HELLO 欢迎大家来到童谣的频道 我是兔兔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带儿子出门 他现在多大 三个半月 我们现在已经要开始挑战带他第一次出门 体验一下三个人一起 就不是去医院 也不是去那种点到点之外的行程 开始让他接触一些外界的刺激 然后选的地方呢 就会是比较母婴友善的场所 他必须要有地方可以换尿布 喂奶 休息的地方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就有说 建议第一次出去的地方是 卖场 百货公司啦 通常都会准备这种 喂奶的地方 换尿布的地方 设备比较完善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挑战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妈妈包 今天准备多少个系 会带一个毯子 因为今天天气刚好比较冷 放在推车上 卖场有个好处就是 我觉得推车蛮好推的 尿布 总共带了六片尿布 我们的目标是在外面喂一餐 就好了 然后带了两个奶嘴 因为他有时候不小心的时候会掉奶嘴 湿纸巾 然后一起最重要的 奶瓶 奶粉 我已经分装好了 两 然后跟热水 热水放在保温杯里面 但OK 也许会有很多妈妈经验巨组 觉得我们这样有点太夸张 可是没办法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感受 把它记录下来 要是我们夸张也好 但我觉得我们就是那种 很不喜欢瘦忙脚乱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样一点都不优 至少我们有车子 因为我们开车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上面 但我觉得如果 要用的时候没有是最痛苦的 所以我们会尽量把东西都带起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 除了我要买给我儿子的东西之外 我要加买 加买我儿子的藏裤 因为新生的藏裤真的是超爆难买 然后我马上就一个怪 你的怪 说我想忍辞我儿子 他说什么 我孙子就在问说 阿嬷为什么他只有一件裤子可以穿 不满他说 我们只有我们家一件 然后跟保姆家放一件 新生的好快 就突然去要下一个东西 要赶不上 不是是真的很难买 不是我不给他买 我真的是快吐血 为什么现在有这一条 是因为 我那时候去美国 美国那时候要直入恭喜之前 那时候去忙挑的 你哥我也不要再说我裤子买走 不要再说我衣服买走 我刚才没有买 他现在一件裤子都没有 而且我们那个没有提早买的话 当下会措手不及 因为天气就是说变就变啊 你一定什么都要准备好 然后重点是因为他现在也太小支了 真的要买那种 是那六个月的铺子 沾得很难找 台湾就是很常会找到包屁衣 其实我真的很想包园 就是会找到包屁衣 包屁衣长袖的吗 看下面三角图 他腿还是落在外面 腿还是落在外面 包园有点长 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 谢谢 我们要带你去买飘飘的东西 好开心啊 我们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开始找那个 尿布 他尿尿了 所以我第一件经常先找尿布 其实是先找电梯啦 因为这是手扶梯我们人 就是可以直接上去 可是因为我现在有娃娃车 成功找到电梯 渡过了一关 你看起来好像蛮开心的 要换尿布了宝贝 对啊 你喜欢逛街对不对 闯关成功 哎哟 那个换个尿布也这么开开心心的呀 出来就开心对不对 嗯 第一次出门就这么开心 可爱 天气有点冷 妈妈再给你穿个外套好不好 其实我帮你买的衣服通通都穿到了 超帅的 怎么办你真的很可爱 来一个大头罩 给你坦坦 我们把脚脚盖好 手手让你在外面 成功成功成功 OK好我们可以开始逛街了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是想说想要给我们自己挑个东西 然后也给他挑个东西 挑自己喜欢的 因为恭喜下来不会表达 就我们帮他挑这样 对 好不好 他叫我们来对面看 对面比较多那种baby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妈妈 这次光杰推的一个婴儿感觉怎么样 好不真实哦 我一直觉得这个婴儿 常在推别人家的 什么 推我家的 哈哈哈 现在很难买他的衣服 而且我不想太居家 我想要好看的 然后就一直被打枪 我要哭了 疯狂被打枪 又有一个机会了 来吧 我们去看看吗 这个妈妈给他结账了 好帅哦 结账妈妈最帅的 结账妈妈真的很帅 谢谢第一代 我们来看等一下那个 发票可以有几张 哈哈哈哈 说这个就压力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今天的帅度可以累积多少 哈 是 这个头发还可以吗 不行 哈哈 这个东西超多 超多的 好看 重点是这里有我的衣服 看到开始看自己的衣服 我老婆是可以看童装的 所以我其实非常划算 我只要逛一个童装 可以买大兔跟小兔的 我觉得直接你可以穿 这个尺寸你可以 你要试吗 好 试吧 瞧你开心的 你今天是不是故意就是 穿的不够多 就刚好直接买一个外套穿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 但我确实有这个想法 买藏在心中的一个小种子 没想到现在萌芽了 而且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那种 你去哪 然后你需要什么 直接买的那个感觉 我就是喜欢 9896块 还是比你弟弟的裤子便宜 这样算起来布料比较滑 好酸 那个婴儿真的是 到处就难买 就说啊 走吧 我觉得这里可以买到 你弟弟的东西 耶 这牌子看得好贵 OMG 去看看 看看不用钱 觉得今天来逛童装 算是大开眼尖 因为Outlet什么东西都有 从平价 然后到 儿童精品都有 然后觉得 天啊 那个价格真的是 先吐血 不过我觉得有个共通的事情就是 婴儿的东西非常难找 即便你从平价到精品 三个月左右的宝宝 几乎都只有包皮衣 跟那种很像卫生衣的东西 太居家了 那也许是因为大家觉得 这么大的小孩 大部分都放在家里 不会出门吧 那是说我们家的宝宝 好像出门也很好 然后他也很喜欢出门的样子 我就很可爱啊 可爱死了 唉 继续逛 继续逛 这好像我们家恭喜的样子 脸肉肉的 眼睛大大的 对啊 五官小小的 但眼睛大大的 好像恭喜哦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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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你醒不来啦 怕妈妈开始逛了 你看这个 拉脸 欸怎么样 脸很好看欸 天超好看啊 超好看 超好看 超级好看 所以你要是长得够大 我也可以给你穿 揍说就说 揍眉头 不懂皮衣的美是不是 不懂是不是 我老婆给我买衣服了 他比我真的很好欸 我一直想这件衣服 或许我也有机会穿吧 你觉得你今天的帅度 越来越高了 买越多越帅 结账最帅 请进两位 今天已经是小到钟 准点哭的 准点要喝 好啦妈妈已经在准备了哦 就是你酷的样子也好可爱 但妈妈已经在准备了 你在洗手了 我一洗完手就泡奶了 用说就说 妈妈紧张了 太冷了 海卡罗热血 这个不能用吗 这个有水定能用吗 还好我还是有带水的 对啊 因为水温是不够的 来宝贝 我们先吃这个 安抚一下 小闹钟 我们家小闹钟 这么准时啊 就说 在刚刚一阵慌忙的辅助中 终于把奶塞到她嘴巴里 一切终于平静下来 好我们可以来讲一下服装了 怎么样 就我们今天是有跟弟弟搭配色系的呀 性色的 做一个色系的搭配啦 对啊 因为同装真的是 不是很好买 我呢今天里面也是传一个就是灰色的 就是走一个奶灰奶灰 但后面来买一件衣服 结果意外的就跟弟弟的颜色一模一样 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温暖时光 好 谢谢 两个我爱的人 秀秀脚在那边 快咖 喝完奶又再次换完尿布了 第一次带小孩吃饭感觉好怪哦 很乖哦 嗯 这感觉真的很奇怪 嗨 吃饭的时间到咯 耶 我每次经过这间都超想吃的 然后每次都没有吃到 而且里面没有人 我超开心的 哈哈 因为我们吃饭时间都蛮怪异的 三点来了 我已经在吃了啦 好可爱哦 全家都可爱 你家的啦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可以顺利的到这一块 自自在在的 然后还有办法好好的吃东西 我以为会非常的 劳碌 然后 狼狈 然后可能连餐点都吃不到 就要回家之类的 真的很幸福吗 嗯 我们跟小宅宅都很棒 嗯 吃饱喝足 然后还暖暖的 觉得很舒服 快乐是不是 快乐 那我们就再逛一间店就回家咯 好 慎选哦 咯 练着好不好 考虑 笑了 赛哥的衣服好不好 灰色的 可以吗 赛哥的衣服 好像蛮喜欢的 喜欢吗 要不要 赛哥的衣服 像这个很帅啦好不好 很帅 真的很帅 我们家妈妈很帅 今天帅到不行 对啊 因为你今天第一次跟我们出来 我们跟妈 两个礼物好不好 上上身一个 下半身一个 开心吗 希望你以后 可以再跟我们一起出来 希望你喜欢跟我们一起出来 你是很棒的宝宝 奶奶 你们设计一样欸 橘色跟白色 我也是 跟奶奶一样 那今天任务成功吗 成功 你要总结一下 今天大家出来的感觉吗 很意料之外 就是 我们逛街逛的很轻松 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的感觉 轻松所以我们就会开心 然后我们就是轻松逛 配合度又很高 觉得也太幸福了吧 真的 觉得有恭喜很幸福 那我们回家咯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土宝珠拜拜 恭喜说拜拜 恭喜拜拜 恭喜拜拜 好 宝宝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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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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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